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的创作的童话,也一座人仪公主,是安徒生的代表作之一,是最快至人口的明天。 在海的远处,谁是那么蓝,像最美丽的是车局花瓣,同时又是那么新,像最明亮的玻璃。 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,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,在墙上生有鲜花,地上是最细的沙子,难得像硫磺发出的光焰。 在那儿,处处都闪着一种奇异的,蓝色的光台,住在底下的海王宫个官夫,它有六个美丽的女儿,而其中第六个是最美丽的。 被叫做小人鱼,它的皮肤又光又嫩,像玫瑰的花瓣,它的眼睛是蔚蓝色的,像最深的湖水。 海王最喜欢这个小女儿,因为她的眼睛长得像她妈妈,也最爱听她唱歌,在海洋王国属她的歌声最美。 小人鱼最大的快乐,是听些关于上面人类的世界的故事。 她的祖母把所有一切关于船只和城市、人类和动物的知识讲给她听。 特别使她感到美好的一件事情是,地上的花能散发出香气来,而海底上的花却不能。 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,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在树之间,游来游去的鸟,会唱得那么清脆和好听,向人感到愉快。 她游游地开始爱起人类来,游游地开始盼望能够生活在他们中间。 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的天地大得多。 的确,他们能够乘船在海上行驶,能够爬上高耸入云的大山。 如果人类不淹死的话,他们会永远活下去吗? 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们,一样地死去呢? 小人鱼问,一点也不错。 老太太说,他们也会死的,而且他们的生命比我们的要短。 我们可以活到三百岁,不过当我们在这儿的生命结束的时候,我们就变成了水上的泡沫。 相反的,人类有一个灵魂,它永远活着。 小人鱼被挨地问,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呢? 只要我能够变成人,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,哪怕在那儿只活一天,我都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岁的生命。 你绝不能起这种想头,比起上面的人类来,我们在这儿的生活要幸福和美好得多。 祖母回答,在海洋王国有一个规矩,你还只有长到十五岁过生日这天才能浮到海面上,见到海洋以外的世界,并且他也将在这一天结婚。 海王的女儿依依出嫁了,每年妹妹们过生日的时候,姐姐们都要要带着夫君和孩子来劝贺。 那时,宫里就要举行欢迎仪式,夫人们吹起了轻快的海螺,鱼儿们欢快地跳舞,大臣高兴地宣告公主和王爷的到来。 姐姐们和他们的夫君,红海海王,黄海海王,其他海的海王及孩子们,首先着手进道公来,海王用美酒和糖果招待大家。 这些美酒和糖果,是来自于那些掉落海底的沉船。 同时,他也会把自己从沉船上收集的宝物给女婿们看。 姐姐们则把自己扶到海面上,看到大陆的奇景,讲给小人鱼听。 小人鱼也越来越向往海外面的世界。 这年,小人鱼15岁了,他要与太阳奚落海王子结婚了,海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贺仪式。 姐姐们都赶了来,无数的大小鱼群,向着坐水晶棺里游来,一股宽大的激流穿过舞厅的中央。 海里的男人和女人,就在这激流上跳舞,小人鱼唱起了歌,歌声远远地传到了正在海上航行的王子耳中。 王子正在为自己的生日庆祝,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,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 他命令船只寻着歌声猜去,船长警告他,那是海王骄石群发出的歌声。 船只想过得去,可是他一心想见那唱歌的姑娘,不顾一切危险把船开了过去。 海王有一个奇特的戒指,能够看到海上的一切。 他从戒指上看到这情景,要把这个王子和他船上的货物,献给小人鱼做贺礼。 他提议,大家一起扶到海面上,看六面的情况。 小人鱼和父亲、姐姐,以及他的未婚夫,太阳西洛海王一起坐待在礁石上,亲眼看到了王子的船出家沉没,也看到了英俊而苍白的王子,掉进了大海。 小人鱼喜欢上了这个王子,不愿他死去,他偷偷地离开了大家,游到了王子身边,把他从海中拖了起来,送到岸边。 这时正好有一群骑马游玩的姑娘路过这里,小人鱼赶快躲进水中,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,从马上下来,跪在王子身边。 王子睁开眼睛,看到了那个骑马的姑娘,以为是他救了自己,就认定自己这一生,只能爱他并娶他为妻。 那个姑娘后来被人叫走了,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。 小人鱼回到海里,太阳西洛海王子,正等着和他成亲结婚,结婚后,他可以成为海王之王的王后,而且能活三百年。 可是他借口丢了妈妈给他的戒指,要找寻回来,拖延成亲一事,最后他决定舍弃现在的一切,再见王子一面。 他带着母亲留给他的红宝石,来找海中的女巫,海巫答应帮助小人鱼到人间去,可是他警告小人鱼说,如果他到了陆地上,今后每走一步路都要像踩在刀上一样的疼。 虽然,小人鱼的红宝石,能平息海上的风浪,海巫不要他,因为当年小人鱼的母亲,已经给过海巫一块同样的宝石了,他想要小人鱼美妙的歌喉做酬劳。 不过,如果你把我的声音拿去了,小人鱼说,那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? 哎呀,巫婆回答说,你还有轻盈的不子和妇女表情的眼睛呀,有了这些东西,你就很容易泥住一个男人的心了。 小人鱼同意了海巫的条件,巫婆于是就把药罐准备好,来煎这服附有魔力的药了,她让小人鱼唱自己唱过的歌,唱完后小人鱼就变染了。 小人鱼喝了巫婆给的药水就昏了过去,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,她才醒过来,她感到一阵剧痛。 这时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子正立在她的面前,她发现她的鱼尾已经没有了,而获得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白腿。 可是她没有穿衣服,王子脱去身上的斗篷,把她身子盖住。 王子问她是谁,怎样到这儿来的。 她用她深蓝色的眼睛,温柔,而又悲哀地望着她,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会讲话了。 她抱起了她,把她带进宫殿里去。 王子的母亲看到她,说她比她见过的任何一个公主都美丽,看到她身上的宝石,说任何一个王后都没有那样的宝石,她的父亲肯定是一个帝王。 王子和小人鱼,首先着手走出宫外,正如那巫婆以前跟她讲过的一样,她觉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力刀上行走。 可是她情愿忍受这苦痛,她挽着王子的手臂,走起路来,轻盈地像一个水泡。 小人鱼来到海边,坐在礁石上,脚上的血染红了海水,渔夫都捕到了满网的鱼,这是小人鱼给他们带来的好运。 王子和小人鱼坐在海边,王子给小人鱼讲述着一个美丽的传说,那就是大海的王后,爱上了一个穷渔夫,她为她抛弃了大海。 海王和六个女儿,王子还跟小人鱼说,如今,他们又给这个传说,增添了新的内容,说你就是第六个公主,还说如果我们不再结婚那天死去,就会白头偕老。 还会有很多女儿王子,一天比一天更爱她。 她像爱一个亲热的好孩子那样爱她,但是她从来没有娶她为皇后的思想。 然而她必须做她的妻子,否则她就不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, 而且会在她结婚的头一个早上,就变成海上的泡沫。 但是王子的谋士们,却不欢迎一个来与不明的哑巴王后, 他们希望王子娶邻国的公主,那样国土就可以扩大。 王子虽然不想娶邻国的公主,却愿意带着小人鱼和仆丛去邻国修好。 传开见邻国壮丽皇城的港口,邻国的公主姗姗来迟, 她正是王子在海开上,碰到的那个骑马的姑娘, 他们本来在相互找寻,终于幸福地相遇了。 海王给小人鱼送来一百包,只要他肯取下王子心上的一滴血, 他就可以返回大海。 否则,在王子结婚的第二天,小人鱼的心就要碎裂, 它将像烂花一样消失。 小人鱼带着那百包,在晚上,王子和公主睡着的时候, 来到了他们的床前,他凝望着熟睡的王子, 弯下腰,在王子的脸上亲了一吻, 终于,他丢掉了手中的刀,刀全落到大海中去了。 小人鱼消失在漩涡中,化作了一朵朵盛开的花, 铺满在大海上。 第二天早上,王子对他的新娘说, 美人鱼哪去了?当他们向外望去, 看到海上的美景,不禁惊呼,海上开花了。 有时 합니다,王子强利, 看到海上飞崴征你可以见买的一切中多余子昏了,